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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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川普 Web V sei 原主人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房似锦的真实故事 其实比剧中的更加惨烈 至今提起那些往事 她也善然泪下 咱们第一次去看到房四井全家人的时候 是在房四井妈妈不让她读书 出去打工为弟弟赚取学费钱 一家人坐在屋子里面劝她 只有弟弟跑去搬救兵找爷爷 这是第一次看到房四井的全家人 而在后续的剧情当中几乎没有出现 只出现了母亲找房四井要钱 当时房四井母亲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大家对她几乎没有好印象 因为演员挑选的是丁嘉丽 而她又是实力派的 所以把狠毒的亲妈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看一眼就觉得这个妈确实不怎么样 在最新的一集当中 她又来到房四井和徐姑姑的家里面 并且在门口大喊大叫 你觉得她一个乡下人 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能找到房四井的家吗 这就离不开张诚诚的帮助了 三元两语透露出这些消息 进而让潘贵宇找到她 后来发现视频回了房四井在剧中的人设 这么一看 直接突出了两个人物的特定人设 潘贵宇和张诚诚 总有一些父母为了长子而压榨女儿 更有一些人喜欢幸灾乐祸 孙丽和原型的碰撞不断擦泪 其实孙丽当初在接这部剧的时候 会做了很大的斗争 因为这个角色是磕磕中带有浑身压力的角色 最后还是愿意拍摄 孙丽演的主角房四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她最打动孙丽的点是什么呢 孙丽说她非常努力的生活 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的 她不像甄嬛 敏悦经历那么多曲折坎坷 因为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两三年间 非常贴近现在的生活 就是你平时看到的那些中介 他们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在拍摄之前 孙丽和编剧66一起去了房四井原型的家里面 当时她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 自己也有了事业 面对孙丽和66的到访 让她心里有了光 我的故事能被拍到电视剧 能唤醒如今人 重男轻女的心里 当时的场面很让孙丽难以忘怀 房四井原型的人并不很出奇 并没有太惊奇的容颜 倒是岁月的摧残 让她脸上多了几分老话 孙丽和她聊着一些过往 盯了许久以后 孙丽眼珠已经开始打转了 但是她却一直在克制 咱们在剧中看到潘贵宇 来到房四井单位门口 大喊大叫 这一幕是真实的 并且二人的对话也是真实的 没有任何的天游家畜 当时的房四井原型母亲 甚至比剧中的还要残忍 当原型讲到这里的时候 孙丽实在是控制不住了眼泪 拿起纸巾和她一起哭了起来 后来孙丽问她 你爸爸喜欢你吗 她说不喜欢 随后孙丽连忙说对不起 这次访问让孙丽和溜溜都很难忘 采访中我们问孙丽 跟她接触后对你有哪些启发 孙丽说 我带了很多疑问去和她接触 开外前我就跟她讲 你能送我些东西吗 我就直接做道具了 邓超卡 我买的很多新鞋觉得太洋气了 他说你就应该穿那个女孩的鞋 那女孩脚跟我一样大 我就把她的很多旧鞋拿来穿 中介穿的那些小尖头皮鞋 包是我买的 但做旧了 里面有她做中介用了七八年的笔记本 还有她的钱包 名片夹 计算器 充电宝 她包里有什么 我就还原什么 包里还会放鞋套 测具仪 指南针那些 我看她摩歇座特性非常强 因为我天平座 就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 好看没用的 但摩歇座务实 她包里还准备了破合糖 她说跟客户谈工作前都要先搅一搅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都会认为电视剧中的剧情都是虚假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故事剧情都是编剧写的 有时候编剧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写到剧本中也是很正常的事 作为优秀的编剧六六 今年不得不火了 因为她这次把安家故事呈现的实在太完美了 每一集都留下很多悬念 而对于这类型的电视剧 往下发展的故事线 咱们也猜测不出如何发生 六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也表示 对于这样真实的故事 不管添加还是减少情节都是不合适的 对主人公的改变离不开每一件事 所以我原装送给大家 而且房四井原型刚入房产 一年就赚了三十多万 所以孙力的刻画也是非常贴近原型的 所以咱们如今所看到的所有情节 几乎没有虚假的情节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更加期待 故事的大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就是咱们的重点啦 在现实结局中 母亲患病而离世 临走之前特意见了女儿说了对不起 后来她把弟弟接到了城里生活 这么一看 如果剧中的潘贵宇就这么啥情况 是不是不够大快人心呢 其实很多故事的结局都是欧亨历史的 反而是最简单的结尾 也就是猜不到 不过所有的坏人在最后都没有好结局 正应了那句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有很多家庭都是重男轻女 虽然没有电视剧中表达的这么明显 但也是发生过 所以今天想告诉各位父母 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 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在电视剧《安家》中 林茂根拥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与潜意单洋房交易的公家相比 不难看出林茂根的结局 公家三代单传 却繁荣不衰 是因为人品端正 扶恤弱小 这种优良品质代代相传 是公家百年不衰的根本 相行之下 林茂根口口声声 以正人君子自居 背后却行小人之事 跳单 破坏古建筑 极尽手段打击老耿一家 对弱势群体毫无怜悯之心 结局一定好不到哪去 林茂根终归是个从草根 报复起来的富一代 他内心有太多对财富 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外还揣着各种贫穷时候的 寒酸记忆 这种人往往对任何事情斤斤计较 什么都放不下 而且什么都想要 另外还附带着一种 报复性消费心理 希望用现在的财富 去弥补过去的缺憾 林茂根为了买老洋房 欺骗了全上海的房屋中介 所有人为了拿下这个单子 都在拼命全力 房市井也因此淋雨生病 可是到头来 还是被林茂根给算计了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都会认为电视剧中的剧情都是虚假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故事剧情都是编剧写的 有时候编剧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写到剧本中也是很正常的事 作为优秀的编剧六六 今年不得不火了 因为她这次把安家故事呈现的实在太完美了 每一集都留下很多悬念 而对于这类型的电视剧 往下发展的故事线 咱们也猜测不出如何发生 六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也表示 对于这样真实的故事 不管添加还是减少情节都是不合适的 对主人公的改变离不开每一件事 所以我原装送给大家 而且房四锦原型刚入房产 一年就赚了三十多万 所以孙力的刻画也是非常贴近原型的 所以咱们如今所看到的所有情节 几乎没有虚假的情节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更加期待 故事的大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就是咱们的重点啦 在现实结局中 母亲患病而离世 临走之前特意见了女儿说了对不起 后来她把弟弟接到了城里生活 这么一看 如果剧中的潘贵宇就这么啥情况 是不是不够大快人心呢 其实很多故事的结局都是欧亨历史的 反而是最简单的结尾 也就是猜不到 不过所有的坏人在最后都没有好结局 正应了那句话 天道好轮回 桑天饶过谁 有很多家庭都是重男轻女 虽然没有电视剧中表达的这么明显 但也是发生过 所以今天想告诉各位父母 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 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此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请点击右下角关注订阅哦 也欢迎